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地方,东北角风景区,北关海潮公园,顾名思义,就是一个关潮天浪的好地方,来,直接上高看看,爬得有点累,这个关海高大约有十公尺,上来后,右边有个自卑,原水高,从这里面向太平洋,前面向太平洋, 方九点一千米,是龟山岛,右侧是耿方港,左侧是大溪雨港,此地领海高耸,最适合居高临下,感受海洋的广阔与深远,出来此地,肯定会被这里的风景迷住,恨不得在这柱上一晚,听听夜间的海潮声,与月光下,相交应的荧光,再加上恍如仙岛般的龟山岛,一世而独立,只可惜大倒是想想而已, 可是我却真的,在这住了十八个月,一年半,右边的龟山岛,也上去过一阵子,龟山岛是个神,起的地方,它岛上原有一个淡水湖,湖中有一个凉亭,湖边有一个观音像,另外还有一间庙宇,乃是之前岛民留下,岛外有火山活动,形成乳白色海域,与深蓝色的太平洋,形成鲜明对比, 此时,面对这片海域,域对面的龟山岛时,有种熟悉幼陌生的感觉,在这看过春夏秋冬,喜怒哀乐,岁月无常,悲欢离合,尤其是龟山岛,夜晚的龟山岛上,是漆黑与寂静,偶尔闪过后鸟叫声,或是由海域跃出水面的扑通声,就地重游,景物依旧,海一样壮阔,山一样高耸,岛一样神秘,精神小火变大熟。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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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放